加拿大政府司法部已经正式启动了对孟晚舟的引渡程序 您的评价是什么 关于孟晚舟的引渡呢 中国方面一直是强烈的反对的 并且对加拿大施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压力和威吓 但是加拿大政府后来有一些反弹 就是因为中国的态度的强横 使得加拿大政府反而更加的警惕起来 以前他这个总理小特鲁多跟中国还是说相当的温情 没有打算跟中国非常严肃的来对峙 后来的情况和结果造成他不得已 他不得不强硬起来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加拿大还是按照美国的要求 准备要把孟晚舟这个应该说是根据引渡条约来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国 在这之间呢还是要进行这个对他的人生啊进行限制和监禁 这个是一个恰当的措施 现在川普有点不太能顾得上这个事情 但是我想这个是由于美国司法部 他可以来做这个具体的决定 川普只要受益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事情呢应当尽快的完成这样一个引渡的手续 让孟晚舟早一点到美国来接受审判 至于其他的细节问题可以以后慢慢的加以解决 但是现在呢当务之急就应该尽快的最好是在本月之内把孟晚舟顺利的引渡到美国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就是无论中国如何反对 无论这个华为如何的做出一些非常性的举动 比如说最近我们知道华为公司做了很多国际公关工作 甚至邀请这个美国有影响的大的媒体 比如说华盛顿邮报去华为公司参观去采访 并且承诺如果他们去的话会报销他们所有的这个费用 包括机票旅馆吃住这个一切招待费用都由华为来承担 但是恰恰由于这样的一个做法呢 使得这些国际大媒体的记者如果有良知有职业道德的话 都不敢轻易接受这样的邀请 因为这被会看作是一种贿赂性的做法 一个有公正的这种公益心的记者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这个条件的 因为我们知道吃人嘴软嘛 你要是得了人家经济上的好处 你写出来的报道会让人觉得是不是那么客观真实 这一点呢我觉得华为说起来是一个国际型的大企业 而且在目前的公关危机的这个情况下 居然做出这样非常naive的就是非常幼稚的举动 我觉得这种做法呢是自应该说自己给自己制造麻烦 那我想下一个阶段这个华为公司呢 还有很多的危机需要去解决 包括这个任正非说话 现在公开的说话经常非常引人关注 他的说法呢一会儿呢会把自己说得很无辜 好像一会儿呢说得好像跟自己跟中国国家政府 或者党的这个之间没有那么强的利益关联性 有的时候呢他又说啊这个你比如说中美谈判破裂 或者是朝美谈判破裂 他又发表这个一些讲话 又显示出自己的强硬的一面 他说这个这个世界不能没有我 没有我们 没有我们是什么呢 就是指华为公司 华为企业在世界上他认为 这个是别的国家或者别的行业技术是无法预约的 但是这一点呢他算盘可能又会打错 虽然5G的技术中国呢可能在一部分领域是领先的 甚至在全世界要铺开他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性的格局 但是呢现在有一个新的说法 有一个消息来源说美国现在正在考虑直接跨过5G时代 进入到6G时代 而不是靠地面基站 主要是靠卫星传输信号 这样的话呢可能使得华为辛辛苦苦开发的5G的技术 并没有在全世界得到那么多的就是人们的呼应 那美国当然5G的这个技术应用也在做 现在也在做 但是我想美国如果要是讲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战略决心 可能让5G时代相对缩短 很快的又跃入6G时代 那么我想这个地面基站的建设费用可以大大的结实 所以华为的优势可能就会应该说是多余的 无用的 那么这一点呢到底美国会不会下定决心这么做 还要有待观察 下一个说就是关于中美贸易谈判 无论是中方还是美方都释放出一些乐观的信息 似乎给我们的感觉是即将达成协议 可能三月份的海湖庄园的习近平跟川普的会谈 仅仅就是一个最终敲定签字的一个仪式 但是莱特希泽在国会作证时 他的观点似乎并没有这么乐观 他认为中美之间达成协议似乎还很遥远 您的看法是什么 对我们注意到在白宫当川普会见刘鹤的时候 当时呢川普的意思说我们应该签署一个贸易协定 但是呢莱特希泽认为可能签MOU 就是谅解备忘录可能更合适 后来呢他们争论了一下以后 那莱特希泽好像还是服从老板的指示 那就是说你说要签贸易协定那就贸易协定吧 其实在我看来 如果是讲川普认为贸易协定更具有强制力和约束性的话 那么签署它可能有意义 但假如说中方对结构性的改革坚决拒绝 根本就不改那些重要的方面 那签那样的一个贸易协定 它意义也不是很突出 倒不如谅解备忘录更加的务实 更加的低调 所以我觉得现在到底到三月底的时候 湖海山庄这个习和创两个见面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签署一个双方比较满意的协定 贸易协定 还是签一个谅解备忘录 到时候还应该说是一个未定数 如果川普只是注重字面意思 哪怕就是到时候没有达成实质性的进展 也要签贸易协定的话 那就是川普的这种低能了 那就不是中国的问题 所以我们讲这个结构性改革 才是中美谈判的核心 而结构性改革的进展 这次是非常的缓慢 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看到什么真正有意义的 结构性改革的这种要点被披露 说双方都达成了一个协议 同意怎么样怎么样 比如说我一再提到过的 互联网自由和开放的问题 还有就是劳工权益保护 和建立独立公共会的问题 另外取消国有企业的补贴 然后对私营企业进行有效的保护 对他们的人身自由和财产进行有效的保护 这些方面都没有达成进一步的进展 那么在这个金融方面 我想就是如果说是货币协定 主要可能就是说 希望中国不要再直接干预汇率 让汇率能够自由的浮动 真正形成为市场化的汇率 但这一点也很难做到 美国这次提出的实际上 是一个比较表浅的目标 就是说中国应该不要控制货币 让中国货币在一个幅度上 可以自由的波动 但是并没有要求中国全面的实行 汇率自由和汇率开放 那么应该是按照巴塞尔协定的要求 或者是按照中国加入WTO的这种 当时做出的承诺 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国际化 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应该成为主要的目标 但是直到今天 在中美贸易谈判上 在这一点上都没有构成 真正有效的协议 也就没有办法向前推进 所以呢 过去在川普竞选的时候 曾经说过 必要的时候要宣布中国为 汇率操纵国 而且还承诺说 他一上任就要很快 第一件事就要宣布 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 几乎他的总统任期都快结束了 他也没有宣布 所以要看这一次 我觉得这个美方提出的要求太低 如果要是讲提的高一点说 中国现在就应该宣布 全面的汇率开放 实现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实现市场化的自由浮动 如果要是说在 限定中国在一年之内达到 一年之内达不到的话 美国就应该宣布 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我觉得这样做才符合 川普当年竞选的时候的决心 也符合当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 这种贸易战 实际上是一种国际战略竞争博弈 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如果我要是向川普当局 提一个建议的话 我就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就是说给中国一年的时间 要求实行全面的汇率 自由化市场化 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因为中国在2001年就已经做出承诺 从1994年就提出来最终的目标 是这样一个目标 1994年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 然后从2001年到现在又多少年过去了 为什么还不兑现呢 所以美国这一次不能再给那么长的时间期限了 应该只给一年的期限 然后就可以直接的宣布 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我想一年里边 中国要真想做是可以做到的 但如果他不想做你再给10年20年还是没用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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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